日本动画你肯定听过 千语千询 龙猫 火灿动画你也肯定听过 蜡渣 蒋子牙 而西班牙动画你应该没听过了吧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就是一部脑洞很神的西班牙动画 夜趣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不妨听完这个故事再走 好吗 迪木是一家孤儿院的小男孩 他十分的怕黑 不喜欢黑夜 但却很喜欢天上的星星 每天晚上当大家熄灯以后 他就会把自己的小床部给推到窗户边 然后用一个小圆板把窗户给打开 窗外的月光景显进来 迪木开心地看着天上那颗 他认为属于自己的星星 他给他取名为古诗七星 只要看到了古诗七星 今天孩子们又开启了新的优先一天 没有孩子喜欢跟迪木玩 男孩们喊他点亮枪 迪木便习惯了自娱自乐 一次 有个啤酒滚到迪木的身边 于是迪木踢了一脚 结果把啤酒踢到地下室里 地下室太黑了 迪木不敢下去 于是大家都知道他怕黑 男孩们为了惩罚不敢去捡啤酒的迪木 把他的小云牌给拿走了 当晚迪木打不开窗户 房间里又太黑他不敢睡 迪木只好走去屋顶上 迪木不知道的是 他还把黑暗这件事 竟然是一只黑暗怪物诞生了 屋顶上画满了他画的星星 这些星星对应有天上的星星的位置 这时迪木发现他的古诗七星 小时乐 惊讶的他狡猾地要从屋顶上掉下来 但是幸运的迪木被猫牧师给救了 猫牧师是负责指挥猫猫们 传过院里的小孩们入睡 而负责让迪木睡觉的小猫名叫 托伯 莫莉 因为星星不见了 迪木不肯睡觉 这道猫牧师很是头疼 他训斥了艾达科睡的莫莉后 不得不同意带着固执的迪木 去找掌管整个夜局的老大 莫卡 一路上迪木发现星星们戒然消失 迪木焦距急了 一到夜局总部 他就迫不及待的进去找莫卡 夜局总部里面所有人都在为夜晚而忙碌着 夜里的梦啊 蟋蟀声啊 等等等等 夜里的一切都是他们工作的内容 迪木最终找到了莫卡 莫卡给了迪木两分钟的沟通时间 迪木跟他说星星不见了几颗 可是莫卡表示完全不相信 并说小孩就是最麻烦的 根本就是什么都不懂的导弹鬼 而且他对于自己掌管的夜局 十分的自信 坚决不信迪木的话 并认为掌管星星的星星守护人并不会出错 随后莫卡假装了莫得一开 因为莫卡透露了关于星星守护人的事情 他还故意把光之物的地址 之类的文件放在办公桌上 莫卡离开后 迪木并不想放弃 于是偷偷地拿走了办公桌上星星守护人的地址 然后出了总部 再遇见了猫牧师 这一切都在莫卡的计划之中 莫卡早就知道星星出现的异样 也只要导致这一切的原因 是因为迪木害怕黑暗 所以莫卡希望迪木能够自己在这黑夜里找到光之物 然后克服对黑暗的恐惧 这样才能让黑暗鬼为消失 迪木对猫牧师谎称 莫卡给了他个人工作 去找星星守护人 而猫牧师晚上的工作 帝木是绝对不会入睡 于是他就带了帝木去找星星守护人 去的路上 帝木看见这些负责夜去了人的工作内容 由业余者化身指挥 指挥大家奏向夜晚的花章 原来这里的一切声音都不是自然现象 而是因为有这些负责夜去了人的心情工作 但是夜晚依旧让他觉得压抑又讨厌 而且今晚的夜越来越黑 莫卡发现猫牧师和帝木在一起后 他惊讶地赶紧当手下皮 却把猫牧师引开 否则会破坏他的计划的 皮带的小精灵却把猫牧师给引开了一火 帝木被放在了一个阳台上 看见了三个姑娘 才认真地给一个小女孩做乱七八糟的卷发 他们还想给帝木做发型 想给他做个超级时髦的发型 这时猫牧师近来回来了 帝木没有同意做发型 便跟他离开了 之后皮又放出了物精灵 阻断猫牧师的视线 猫牧师本来自然对整个夜去的道路了如痴障 但他还是差点撞到了建筑 这一台恶趣 帝木和莫里飞了出去 要到了一个狠亮的地方 这里是为夜去掌灯的路灯门的总部 帝木和莫里一起掉了进去 帝木一进去 看见一小只叫小李的小路灯 帝木刚开始还把他认成了行星 想要摸摸他 结果瞬间四周出现了无数的小路灯 他们愤怒了认为帝木 就是偷路灯的绑架犯 小李还在帝木手里挣扎着 结果摔下去了 小李的灯立马灭了 路灯门看见后 以为帝木杀了小李 于是帝木马上被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嘴杀着 被拦住的猫牧师却在这时突然出现 原来小李并没有死 只为他的灯丝容易故障 稍微过一会就又回复 作为恢复后的小李 赶快跟大伙说 绑架犯 是个大个子 我是帝木 原来这些路灯也开始不断的消失 跟星星一样 而且 恰无声息 因为星星的不断消失 城市慢慢地陷入了黑暗 如果星星全部消失 那么夜去也会消失 猫牧师他们也都会消失 迪木并不想这种事发生 迪木其实也很喜欢夜去的人 他特别喜欢星星 因为迪木的妈妈说过 人人都有一颗星星 只要抬头选一颗星星 抬头就能看见光芒 这样就可以不必畏惧黑暗 因为有星辰相伴 于是迪木和猫牧师加速赶往光之屋 要拯救星星 在离光之屋不远的地方 迪木和猫牧师他们碰见了黑暗怪物 黑暗怪物把猫牧师给扔到湍急的河流里去 迪木勇敢地跳下去救了他 他们俩已经成为了团队 为了莫卡的计划就把孤威院里的孩子们都给弄醒了 猫牧师直到后着急地想要去哄孩子们睡觉 否则整个夜晚的宁静就会被打破 那样他会被莫卡怪罪的 猫牧师十分地信任莫卡并且爱戴他 害怕自己的工作做不好 迪木不想让他走 并告诉他 莫卡对星星消失的是完全不在意的事情 但是猫牧师并不管这些 还是回去去找那些醒着的孩子的 被猫牧师抛弃了迪木 振着精神 自己走进了光之屋 光之屋里空无一人 有个巨大的月亮 迪木首先找到漂亮的北极星 北极星告诉他几千年来 迪木是他第一次见到的人 这里也根本没有什么星星守护人 迪木跟北极星说 有很多很多的星星都不亮了 北极星不相信 因为他们这些星星赚了几千年了 从未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北极星说 也许是星星们被灿停了 每个星星身后都有个紧急按钮 可以按下紧急按钮 星星就会恢复亮光 于是迪木带着北极星去找到他的孤师机星 可是迪木按下紧急按钮 固执机星也没有亮起来 这些暗掉的星星都闭着眼睛 北极星说 这些星星也许已经死了 其实证明过多久 黑暗怪物又去袭击了所有的路灯 他们镇上的光都被打坏了 只有灯丝不太好用的路灯小力 幸存了下来 整个城市都要被黑暗笼罩了 瞬间所有夜渠工作人员都去找莫卡 要说法 黑色怪物还去了光吃屋找迪木 察觉异样的迪木赶紧带着北极星逃走 迪木知晓自己也许是被莫卡骗了 于是想要知道答案的迪木和北极星 莫莉要回去找莫卡 到了夜渠走步 迪木看见大家在跟莫卡有说法 莫卡对大家说 发生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小孩迪木 黑暗怪物也是因为他的害怕而衍生出来的 夜渠的命运全部掌握在迪木手里 只有他克服了对黑暗的恐惧才能消灭黑暗怪物 迪木听完后沉默了 他依旧很害怕黑暗 抱着唯一的光芒被迪星离开了 黑暗怪物把月亮给吃了以后 去找迪木了 知道一见的莫莫斯不愿意丢下迪木 和小李去找了迪木 黑暗怪物要袭击迪木 莫莫斯和小李刚好赶来 莫莫斯勇敢地与黑暗怪物战斗 但是实际玄殊 莫莫斯完全打不过黑暗怪物 虽然被打得半死不残 莫莫斯还是没有退缩 在黑暗怪物要攻击迪木时 他挺身而出 在迪木面前当漏墙 被黑暗怪物打到趴下 迪木过去跟莫莫斯道歉 自己什么都做不到 但是莫莫斯不断地鼓励他 一定要自己面对这些 对他说黑夜并不可怕 反而很昧 因为不管迪木知不知道 这些爱着迪木 相信迪木的人都会陪着迪木 莫莫斯说完后就死了 迪木终于不再逃避 他抱着北极星 严肃地问道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然后在黑暗怪物冲过来的一瞬间 迪木关掉了北极星的开关 让他的光灭掉了 他说 只要不害怕 这不会存在 因为迪木不再害怕 黑暗怪物也消失了 城市彻底见到黑暗 北极星的开关 接着星星们都亮了 路灯们也恢复光芒 整个夜去再度恢复 迪木就这样 在故事七星的回归下睡着了 第二天他去地下室 把那皮球给剪了回来 和小伙伴们一起去踢皮球了 这部动画有趣的地方 在于那天马晴空的想象力 如果夜晚真的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我们身边的所有一切 都是有人在某处有趣的操控着 那是感觉神奇 还是细思极控 故事的剧情展开的 有些简单粗暴 所以在后续收回力道不足 造就了特别严重的烂位 你应该也有很大的疑问 莫卡为什么不让猫默狮接近迪木 他口中所说的计划又是什么呢 本来莫卡这个角色 可以塑造成一个很好的形象 尼如解释出莫卡 执着猫默狮是想让迪木独自成长 他可以在背后指点一下 让迪木自我突破 结果这样一搞 这个角色反而成了一个很无用的类物 而故事开始 那些孩子也跟拯救星星这个故事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就是这样一个剧情充满漏洞的动画 可却获得多次奖项 最大的功劳莫过于这手绘的画风 和神奇的故事结构 如果是大人的话 应该90%的人 甚至99%都会觉得这个故事 特别无聊 但是我感觉如果让孩子来看的话 应该还算不错 毕竟教育意义还是很强的 每个孩子都会害怕天黑 害怕自己孤零零的睡觉 而这些除了是本能之外 更多的是家长会去吓孩子 晚上不听话 会有妖怪出来 不要小看这一句话 少年小时候被妈妈吓过 结果到十岁了都还不敢自己睡 黑夜并不是黑暗 她也充满未知的美好 小孩子的世界 不就是应该充满美好吗 毕竟这个故事的黑夜 讲得是那么的美好 我是少年 有迷人又可爱的九星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评论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